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美食记 相信你们都跟我一样 在包饺子的时候 经常会剩下一些饺子皮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扔了又觉得太浪费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饺子皮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 五分钟就能解决全家人的早餐 首先把剩下的饺子皮 横着切几刀 再竖着切几刀 把它切成小方块就可以 然后再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土豆漆皮 先把它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一公分左右的条 最后把它切成小方钉 切好后放进碗里面备用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温摸吧土豆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防止土豆养花变黑 准备一根胡萝卜去皮 先将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粗条 最后也切成小钉 切好后放进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西红柿 在上面打上十字花刀 将它放进碗里面 加入刚烧开的开水 烫两分钟 准备把金针菇 将它切成三公分左右的段 切好后放进碗里面备用 最后这么一把芹菜 这个芹菜的叶子比较老 我们可以将它切碎 口感会更好一些 切好后放进碗里面备用 最后我们的西红柿已经烫好了 先把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钉 切好放进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将它切成葱末 放进碗里面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蒜 切成片 切好和葱末放在一起 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把葱末大蒜倒进去爆香 爆香之后下入西红柿翻炒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加入一碗清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开 趁这个时间 我们在小碗里面打入两个真宗的母鸡蛋 把它搅散备用 正过过来的汤已经烧开了 把土豆加进来 胡萝卜也加进来 将它们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将土豆和胡萝卜煮熟 煮至土豆和胡萝卜半分以后 加入金针菇 汤都在烧开以后 把饺子皮慢慢的撒进去 全部一起倒进去的话 饺子皮就会粘成坨 注意要分开撒 然后用厂子平的搅拌 防止粘连 面皮煮熟以后 把鸡蛋液沿在锅边倒进去 用厂子轻轻的推动 就能形成漂亮的鸡蛋花 最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鸡精 再撒上芹菜叶点缀一下 哇 好香啊 淡淡的芹菜香味 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冬天的早上 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皮汤 真的是暖心又暖胃 吃了一整天都不会感觉到冷 里面加了鸡蛋 土豆 胡萝卜 还有蔬菜 一样也是非常的全面 味道也是非常的鲜香美味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适当起来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感发 点击我的图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